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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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詹劍欣 今年11歲 在巴黎來法國比明日之心選白色 詹劍欣叫 其實很高興 然後就是要感謝很多人一直在 台灣支持我 然後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國外訓練跟比賽 然後獲得好成績這樣子 詹劍欣 加油 非常感謝我的團隊 還有我的家人 一直非常的支持我 讓我有 完全沒有後部自由 可以去全力評價 詹劍欣 加油 好 曾雲昕 台灣職業網球運動員 2018年年底從業餘選手畢業 挑戰世界職業網球的經濟舞台 大家熟知的夜市小球王 達成了青少年網球各項目標後 2019年正式投入職業網談 2020年找到正確方向 準備加速起飛 卻因為新冠肺炎的打擾 整體腳步被迫放慢 幸好隨著2021年 疫情降溫世界解封 一路到2022年 有了RESTART的挑戰之旅 因為去年結束之後 我剛好可以 達到澳網的會外賽 然後剛好因為那時候 我比完去年賽季的時候 剛好有人跟我說 就是要給我澳網的會內外卡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非常開心 因為第一次大滿關會內賽 所以就是計畫要去澳洲 然後後面的比賽就是 以紅土為主 然後準備發完 歐洲現在占大部分的比賽 還是比較多 所以待在歐洲就不用到處跑 也不會有時差的問題 歐洲的比賽大部分都是在紅土 所以就是對我來說 也是比較適應 然後也比較好拿分數這樣 近年度因為疫情 國外的疫情 已經慢慢的開始比較舒緩 所以很多比賽都已經慢慢的重新開始 所以有一些 比如說推行的限制 這些問題的話 變得都比較開放了 都不會影響到我們賽事的安排 上半年的話 我們都以挑戰賽為主 就是盡量把積分提高 之後準備大賽的一些基礎 然後慢慢的下半年開始 會慢慢的加入一些 ATP250以上的巡迴賽 可以試著去挑戰更高層級的比賽 對 不過要在職業賽場上站穩腳步 可沒那麼容易 技術要提升 體能要加強 心態更要堅定 之前經過快一年的努力 卻總有卡關的感覺 於是乎 曾鈺昕 曾鈺德父子 嘗試找軍破解而出的方法 也得到了正確的解答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有換教練 就換成一個德國的教練 他之前是在那個小微訓練營的總教練 然後後來他離開之後 然後這一次就找他合作 然後那時候合作完 我就進步很多 所以在前面幾個比賽的時候 就有拿到好成績這樣子 對 然後後面就是持續的 我覺得可能在體能部分 突然在持續加強 然後在調整這樣子 在去年三月 因為我們從賽尾牙回來 然後隔離 然後那段期間 巨星就自己出去跟教練 然後去比賽 然後在這段期間 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為什麼這一兩年他的成績 沒辦法突破 到底原因處在哪裡 檢查了他以前的打法 跟現在的打法 以前的特色跟現在的特色 就發現說他原有的特色好像不明顯了 我想要他從教練身上學到的東西 卻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應該是 要調整一下的時候 後來我們就從以前的教練當中 來找一個比較適合的 因為就是要重新適應一個教練的話 那對巨星來講可能就是又會 讓他心裡面沒有那麼辦法 那麼紮實 有一點點 甚至有一點慌 所以我不想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從以前的教練當中 我們去找說 哪一個是你比較喜歡 你覺得比較適合你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找到這個教練 德國這個教練 然後確實他也很了解巨星 然後對他幫助帶來的信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2021年年底的主動改變 帶來了從內而外的正面效應 或許成績不是馬上反映出來的結果 但增加布置的股定感 卻是不斷增加 不著急 甜美的果實就要到手了 那時候其實就是一直很想要拿到自己 第一個挑戰賽的冠軍 但那時候就是 常常就是 很多我輸的比賽都覺得自己可以贏的 但就是在關鍵的時候 一直就是拿不下來 然後就是那段時間其實也滿低落的 算一段滿長的第一潮期 因為那時候可能最多就打到四強 然後大部分都一二輪就輸掉了 然後後來跟這個教練合作之後 我在打法上面變得比較積極 所以就是說 給對手的機會很少 然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掌握主動 然後在心態上面也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 因為前一段時間我可能就是一直很拼 然後很想贏 然後導致可能身體就是比較僵硬 或者是 就也會比較緊張這樣 然後後面的時候就有比較放鬆 一些預期第一輪會贏的比賽 但卻輸了 但我們會探究他之中的原因嘛 但 過程當中確實有幾場比賽 就是 你會發現他已經 沒有那個熱情 就是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離開家太久了 所以 然後一直在比賽 所以他已經 已經 找不到那一種 動力了 所以 該贏的比賽 你會覺得他 卻沒辦法掌握住 這個是 我們會試著去理解他的狀況 造成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 了解的時候 其實不會太擔心這部分 換了教練 持續在歐洲作為主戰場打拼 2022年 上半年規劃按部就班進行 包含著大滿貫初體驗 澳洲網球公開賽 會內賽出場 雖然因為新冠病毒 就是要來參一咖 讓自己無法全力出擊 總算是看來很美好 只是 連番賽事征戰 卻總是與冠軍擦身而過 那種心慌 除了俊興自己 沒有人能體會和化解 幸好 這些錯過都是累積 終於 俊興的ATP挑戰賽第一關 在葡萄牙的Maya Open 大戰三盤後 到手了 比賽前都不確定感 都滿重的 然後 但就是 因為那個對手我之前也打過 然後也是算 滿熟的一個朋友 然後 所以 就是對他的打法 算滿了解的 雖然 第一盤輸 但我知道 可能 因為他的打法就是 也是很進攻 然後也很積極 但他可能就沒辦法 維持那麼久 所以 尤其在紅土的時候 假如我跟他 來回多一點 然後把比賽拉長的話 就對我會比較有力 所以 當下就是 就是希望跟他打久一點 然後去消磨他這樣 對 其實那個冠軍對我來說 滿重要的 因為就是 算是 對自己的一個肯定吧 就是 覺得自己 終於可以 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 終於有這個能力 在這種比賽上面 多冠 然後 就是非常開心 然後自己也會變得 比較有自信 然後在之後的比賽 就發揮也比較好 最大的特別就是 他在前兩年 他缺乏了一種很果決 很果斷 就是說 他的打法上面 他會有一點掙扎 之前 前兩年 但後面因為我們 調整了教練 跟不同的教練合作之後 然後我們把他的打法 就是 方向確定了嘛 讓他很清楚 他自己要怎麼樣做 所以他找到了 屬於自己的一種風格 所以 我覺得在場上的發揮 就很果斷 對 會有一種就是 有走過的感覺 就不會說 不確定性那麼嚴重 因為可能 第一個的時候 會想很多 然後 那個決賽要怎麼打 什麼的 但 那個 後面兩個就比較 有放鬆一點 對 他的信心會比較好 然後慢慢的我們可以把 訓練上的一些戰術內容 能夠加進來 然後他能夠去執行 我覺得 然後累積他的一些 就是更加強他的信心 突破了零 真的似乎就容易了點 ATB挑戰賽的第二罐 跟第三罐 陸續在印度跟西班牙登頂 世界排名 突飛猛進 也成功突破了 年度第二項大滿罐 法國公開賽的會外賽考驗 勇闖會內賽 而且羅蘭高地成人組 第一次亮相 就是打滿舞盤的熱鬥 雖然無緣第二輪 但收穫滿滿 因為法國是我第一個舞盤 所以我覺得 真的算差很多 就是 你在心態上面的調整 你要去 去設定 就是以你體能的狀況去設定 你看你要怎麼去打這個比賽 就沒辦法像三盤那樣 可能你就是 很簡單就是 拳衝 拳拳 然後每球都拚 然後跟他拚到底這樣 那五盤可能 你就要 去做一些調整 因為你 像以我來說 我現在可能 體力還沒有辦法 讓我五盤都是 像三盤那樣子 全力打的感覺 但就是 我必須在一些 可能比較關鍵的時候 或者是 就是有優勢的時候 去做 那個 體力上面的調配 打大盤冠的話 因為他是五盤的比賽 所以在體能上面 他的需求會比較高 但是你 體能的 體能的堆積不是 短時間能夠做得到的 所以可能在 平常的訓練上面 我們要從 這個部分去 去追擊 對 對 當然不是一個 短時間就能夠達到的 那一場 其實 很明顯的是 我是拚一三盤 一三五 但二四 我其實也想拚 但就是在 前面的時候 就被他破法 所以 就是 後面就有一點點放掉這樣 因為 對我來說 像我們第一盤 就打了一個半小時 所以 那個 在體力上面消耗很多 然後在宏土來回又很多 所以 然後到第二盤 其實我是想要一鼓作氣 就是可能三盤就拿下來 但第二盤的時候 一開始又被破法 所以 就是 後面就是在準備第三盤 然後第四盤的狀況又跟第二盤一樣 所以有準備第五盤 就是說他的 拚鬥的精神 他想要贏的那一種決心 我覺得他表現得很好 然後 可惜就是說 在體能上面 有時候沒辦法支持他 在關鍵的時候 能夠持續的發揮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可惜的部分 因為像我在第三盤的時候 就有一點 小抽筋 然後 小抽筋 是因為我有讓自己身體放鬆一點 還是怎樣 然後就是 中間一段就好 三四盤都好 然後 第五盤又開始要衝了之後 然後又開始 又抽筋了 那時候 一打完就感覺自己已經 盡全力去拚了 然後就是 沒什麼遺憾 然後可能就是 一些 像體能上面 或是發球上面 要再更進步這樣 我覺得 這個性侵 性侵 然後就是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 打法上面 他很確立 他應該是什麼樣 類型的 打法的選手 所以他 很明確 當然要走的方向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 排名穩定上升 今年六月成功幾升百大 近期更是突破九十名 不過 在海外不間斷的努力 離家八個月的待館小孩 想家了 多虧台灣防疫政策的改變 從十四加七的二十一天 變成三加四的七天 曾經心可以回來台灣充電 再出發 其實那時候六個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快受不了 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從來沒有那麼久 離開台灣 然後都沒有回來過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時候回來都要隔離 然後隔離完 就是像剛才說的 就在阿王那樣 就會體能會掉很多 然後又要花很多時間 去彌補回來 然後比賽也會中斷 所以就是 一直都沒有回來的這個打算 他終於現在有比較開放一點 所以他有辦法回來休息一下 因為八個月太多了啦 太多了 因為選手他真的是已經沒電了 已經沒電了 已經很想家了 他在球場上甚至比賽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提不起進來 這是很明顯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對 所以為什麼這次會回來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覺得 不能再 不能再說下去了 因為再打下去的話 那真的是 那個動機真的是 很小 不太行 對 所以就先回來了 不然原則上這個時候 應該有幾個賽事 我們要去掌握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 鼓勵到選手的 對 心態心裡面的想法 三天 有影響 但是就是比較好 我至少還可以在家裡 可能做體能啊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維持這樣 然後 第四天就可以出來練球 從ATP挑戰賽到ATP巡迴賽 又進階到四大買關賽 曾允昕面對的對手層級難度也越來越高 有種說法 ATP前100名的選手是男子網壇的精英 前50名的選手是精英中的精英 能名列前20甚至前10名的 那就是從怪物變成怪獸的差別 那俊欣是否體會出來了 球網那邊等級的差異 因為其實我巡迴賽只打過兩場 所以而且我是從 那時候是從會外開始打 所以對手其實跟挑戰賽是 就是排名是差不多的 然後但在大滿關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 他們那個韌性都很強 然後 就他們不會給你太多機會 然後而且他們會一直不斷的給你壓力 然後一直不斷的去進攻 然後讓你可能沒什麼喘息的時間 那挑戰賽可能有時候 他就會突然一舉 你就會發現喔 他怎麼突然中菜整個掉下來 你就可以把握住機會拿下那一盤 現在個人世界排名站穩八字頭 是台灣網談先一哥 對於自己攻占排名的速度 是否合乎預期 曾鈺欣 曾鈺德 傅子良 有些相同的解讀 也有著不同的期待 但是還是要繼續向前的目標 絕對一樣 對我來說是比喻習慣 因為像我去年年底的時候 才排兩百八 兩百底那邊 假如你跟我說 在去年年底跟我說 今年這個時候可以打到前一百的話 我可能不太相信 因為那時候就是算滿低潮的 然後挑戰賽也都贏一兩輪就輸掉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這算一個 算不錯的一個進度 當然就是 今年我是給自己目標 設在前七十 要再拿一個挑戰賽冠軍 快或慢嗎 如果以時間點回到 2018年 那個溫布敦青少年冠軍之後 我的期待應該不會是這麼久 到前一百 但是如果以我們重新換了 就是說去年底 然後我們換教練之後 其實是有一點點超乎我的預期 你要達到前一百 或是前七十或前五十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當然我們設定一個目標 可以讓我們去追尋 但有時候它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影響 包括比賽的簽運 你當時的發揮 或這類的會影響 但是我們能控制的 大概就是我們的訓練 我們的訓練如果做了雜誌 你說成績什麼時候來 可能是時間的問題 對 所以我比較在意就是說 它在訓練上的表現 然後能不能運用在比賽上去發揮 主要是把我的訓練做好 然後在比賽上就會自然而然的發揮出來 這樣 因為其實前一段時間 那時候我比較低潮的時候 就是訓練很少 然後一直比賽 然後就是身體很疲勞 然後又在技術上面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進步這樣 那後面就有調整 然後就開始會有訓練期 然後比賽期這樣子去搭配 那個狀況就會慢慢的變比較好 說到目標一樣 距離2022年球季結束 還有兩個多月左右 增加負資還有一場比賽 是他們今年都想要爭取的 年中的時候能夠去打那個 ATP的Next Gen 在11月份 這個是短期內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目標 如果能夠去打那個比賽的話 對它來講也是一種 信心上的一個提升 然後當然盡量就是說 慢慢的下半年我們開始打 ATP巡迴賽的時候 能夠有一些表現 至少就是說 讓他能夠感覺自己在屬於 這個層級的選手 讓他認同自己在這個 這個level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剛上來 他可能還不是站得很穩 但怎麼樣 他能夠在這個層級 這個level上面 他認同自己是在這個位置上 很重要 對 那個就是前八選手 才有辦法達到的比賽 然後腳我有機會達到 就是非常開心 就是因為這個比賽 他辦的時間是跟那個 倫敦年中賽差不多的時間 而且他整個球場的氣氛 規格都是非常高級 所以就是很想去感受一下 Next Gen ATP Finals 新世代年中賽 只有21歲以下選手能參加 而且只有當年積分排名 前八的選手 才有機會獲邀 雖然賽事 屬於邀請賽性質沒有積分 但能夠參加 就代表國際網壇 對自己的肯定 難怪俊卿不想錯過 不過成為了 報導新一哥 這也就表示 大家將會期待 曾俊興 朝向台灣網球真正一哥 盧彥勳 曾經站上的世界排名33的 台灣制度挑戰 這個盧哥障礙 曾俊興 有著自己的解讀和追逐 對我來說 盧哥一直是我一個很好的榜樣 不管是他在球場上面的態度 還是他球場下面那個自律的態度 都是一直我學習的榜樣 所以當然我會一直以他為目標 然後當然也希望自己可以超越他 然後去跟他學習這樣 盧彥勳 是我們有史以來最好的選手 然後他也代表著我們台灣 然後在全世界上面 很多選手也都因為這樣認識台灣 然後這個對台灣來講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俊興能夠表現得更好 那當然對台灣也是更好 那如果說台灣能夠有更多的選手 進入100名內 我相信這個對我們整個國家來講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至於個人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希望他能夠表現越好 越好越好 所以我不會設限就是說 他一定要打到 以超越元勳為目標或什麼 但我覺得如果能夠帶動 我們整體的網球的實力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重要 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對